妻子的浪漫旅行 粉色系的风格很少女 大概是影儿很喜欢粉了 整体都用的粉色来凸显浪漫又温馨的情怀 而两人的女儿小月亮也一挖出镜了 虽然没有曝光整脸 但是看着圆都都像肉球 还是很可爱的 床头还有一个小小故事机 看来影儿非常注重孩子的早觉 一早就给女儿安排上了 接着出现了影儿家的餐厅 其实这个角度看面积真的挺狭小的 而且厨房也不够大的感觉 从家里的装饰风格看 两人貌似很喜欢点月复古风 椅子都是澳大利贺文的 装饰化也是去外版的芒娜丽莎 再看角落里的婴儿小推车 也是很简单的款式 并没有那种网红爆款 这个戏集看夫妻俩其实挺节俭的 即便给孩子买东西 也都是选择经济社会内心的 这一点很圈粉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细节 原来影儿和父亲伯也是会用到这样的厨房神器 帮虫杀账 哈哈哈哈 这个真的只有不少中年人才会用到的东西 为了防止小虫子乱吃生菜和食物 才会买来防护的 想不到影儿和父亲伯小两口这么接地气呀 看来两人有了孩儿 子基本都不会爱住吃饭的 而是尽可能的在家里 另外这个细节又再次体现了夫妻俩姐姐的习惯 生菜不会扔不浪费 非常居家过日子的感觉 难怪父亲博对着镜头感叹说 以前没有结婚时两个人是恋爱的感觉 非常的轻松自由 而一旦有了孩子 就没有了恋爱的自在 更多的是责任和生活 直面真是婚姻的生活 无疑 通过棋子的浪漫旅行观众 也是首次看到了影儿和父亲博的爱超 原来小两口住的并非是那种超大面积的好家 反而是更像普通宫姻族的温馨小家 处处透着简单平实的生活气息 虽然吧 让人感觉不到这就是明星的家 毕竟很多真人秀节目播出后 不少明星好家还是奢华的让人意外 但也不得不承认 反而是这样的小家庭 更能获得观众好感 因为观众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真实和生活的感觉 看到了与自己有相似之处的温暖 就好比那个防虫杀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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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